我們現在要從橫濱搭電車到北聯商 我們要搭橫須赫線 前面看到的是一個綠色車廂 那有上乘跟向乘 那基本上這個會有保證座位 你可以在假假看你要不要搭成這樣的車廂 我們搭到北聯商下車了 那這邊一下車感覺好安靜喔 日本有三大古都 那在關東是聯商 在關西是京都和奈良 那今天來聯商就是想要看這座古都 也想要去灌籃高手櫻木花道 阿島的平礁道前面 在北聯商下車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要先去這個 大家都會來的賀岡八帆宮 兩公里 我們走吧 從北聯商下車有個好處 那是因為這邊其實有點破度 北聯商下車其實就比較是下坡的一個路段 看到剛剛那座寺廟的名字叫圓爵寺 跟那個內湖圓爵寺一樣的名字 北花 這座城市在西園1200人其實就有了 可以說是當是日本的一個政治中心 所以可以了解這座城市的一個重要性 環山到河盛 主要就是氣球一些跟事業有關的 大家可以注意把牠扁額上面的八 那其實就是一個鳥的形狀 這邊有不同的牽 那譬如說這個呢 是求因緣的 然後這個就是這邊很有名的這個鳥 然後這就一般開運啊 事業啊等等的 這個是抽籤完 如果抽到不好的牽 就可以把牠綁在上面 這個角度看下去的Ryu很棒喔 過鳥區開始就是一些商店街了 這也是為什麼要從北聯商走過來的原因 好那現在我們要慢慢離開八帆宮 我們要前往商店街了 這個呢是在一些旅遊書上面都會寫到的 你可以這邊走進去去走一圈 據說可以消除二運 那要抖妹一百塊 現在這邊是八帆宮前 有許多商店 但這一條街道呢 比較偏觀光 那聽說這條街的店很吵 挑了一間 看起來很吵的一家店 然後這裡面的甜點 哇看起來真的是 琳琳滿目 賠茶 賠茶的提拉米蘇 好開動 這條就是很有名的小廷通商店街 這裡剛好看到有在手拉車 這個車剛有看到它的價格 一個人要兩千塊喔 不是很便宜 這邊看到一間蠻吵的店 主要賣手式食品 價格起挑是220塊日幣 這間就是楓島屋 非常有名喔 它主要賣豆大福 然後還很像小鳥的餅 這家是東菇里共和國 它主要是賣宮崎駿的動畫裡面的一些周邊產品 小艇通走起來 那有一種淡水的煉昌版感覺 因為店面的風格又很像那種淡水 然後伴手裡的店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準備去搭姜之店啦 前面就是姜之店的連餐站 建議來這邊 如果你會在很多站都下車的話 你可以買一日票 姜之店它的一日票大人是800元 小朋友400元 我們已經搭上姜之店 那我們現在要從連餐站前往長谷站 到長谷站呢 我們就可以去看連餐大佛 我們已經從長谷站下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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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連餐大佛的話呢 要先過這一個平交道 然後從這個方向出去 大佛要往這個方向 到了高德院 那也就是連餐大佛的地方 這是它的門票 全票是300元半票 150元 然後前面就可以看到大佛了 前面就是連餐大佛 非常莊嚴 我們現在要進到佛像裡面 喔裡面是中空的 從這裡面就看到佛像怎麼鑄造的 看起來因為是中空 所以應該是用拼街 一個一個拼起來 那這是在大佛的背後 它有兩個通風口 進去裡面參觀的時候 才不會太悶了 連餐高校前站 然後呢 它旁邊呢 就有漂亮的鄉南海岸 哇 海味很重 整個海非常開闊 然後那邊前面那座島呢 叫江之島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去那邊走一走 這一個呢就是著名的場景 它就是櫻木花刀 遇到這個四目情緒的這畫面 啊這場景真的漂亮耶 這站是江之島站 那我們又預計要走到江之島 來回大概要一小時 那我們出發吧 江之店把20週年編織比賽得獎的衣服 那據說它定期會更換 這邊也有另外不同的編織 還蠻有意思的喔 我們要步行前往江之島的 今天是大政二年的寫真館 非常有歷史感 我們現在要穿越地下道 大概在700公尺 就可以到了江之島的島上了 這邊可以看到富士山喔 大概在這個地方 但是顏色非常淡 所以不是很清楚 不過這座橋應該是江之島的 這個是一個青銅鳥居 我們要接著往裡面走囉 這一間聽說是非常有名的海鮮丼飯店 在江之島這邊它的特產是布拉皮 那不過呢現在是2月中 還是一個禁魚期間 所以應該就不會有生的布拉皮 剛剛點了一瓶 這個是五酒精 含有布拉皮萃取物的啤酒 那來喝喝看 我的餐點也到了 這一份 那這一份日幣只要1680元喔 主要這邊有一個海鮮丼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炸魚 那看起來都非常好吃 我們現在要進來江島神社 那江島神社呢 它是日本三大財神的神社喔 那一進來要走一段樓梯 聽說會有三段 如果你不想爬樓梯 你也可以去搭乘電梯 不過要付費 第一段樓梯走完 回頭一望 這個景色真的非常漂亮 到囉 江島神社 好可怕 農繩 辯財編 據說如果要去銀財神 或是要去求財 他會把錢到這邊洗一洗 刷一刷 來洗錢囉 這樣應該就算洗完了 然後我等會把這個 日園走妹出去 還必自己留著 這邊的櫻花開了耶 這邊有個觀景台 然後可以看整個香檔海岸 這邊就是第二段樓梯上來 它叫中金宮 然後接著我們要走往第三段了 我們從第三段的樓梯走上來了 它總共57階搭電梯要收費100元 我們已經到最高的這個廣場了 它前方就是很有名的薑汁島蠟燭 但實際上就是一個瞭望台 進去還要再收費 不過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已經是相對至高點了 所以其實有沒有進去樓梯 我覺得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因為旁邊的展望台它的景色也是非常棒喔 這個是旁邊的展望台 正前方剛好可以看到富士山喔 許多人會把薑汁島安排在最後一站 主要原因是因為在這邊看夕陽也是非常漂亮的喔 好我們要開始回程了 慢慢的走下去 對 那剛剛那一片花園還蠻好看的 那因為它有打燈 然後有少數的櫻花已經開了 那所以就有一些輕率在上夜櫻 我們現在要離開薑汁島了 我們現在要離開薑汁島了 美方鮮火電車站 剛剛已經晚上了 整天都黑了 不過呢 橋的燈也點起來了 所以是另外一種的美 那從這裡呢 就也可以看到整個太陽線 這邊走到平衡一點 整個太陽的燈光 都點起來了 揮花葉 快樂 小朋友 開箱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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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